小林主義 孫康山先生是不是您的崇拜者 我的崇拜者 你說他崇拜我嗎 這要怎麼做 通靈啊 不是 因為我是看你過去的資料 因為我在卡路的過程當中 你有多次提到他嗎 對對對 那我想說他是不是就是說 就是你比較 因為你多次提到他 是不是比較那個 對我覺得他在 尤其是世界性的角度來看 他提出來的一些想法 像transculturalism等等 我覺得都現在還是很有啟發性 了解 那我們就是今天其實 那個鳳梅他也有帶到 初美珍 前美珍老師 就是做整 對老師 因為以前的東西講 然後就講 今天可以叫美珍都可以 無所謂 聽起來比較親切 然後他那個我們也就也看了這樣子 對這本書一出以後 我們的壓力就更大 因為這本書的貼跟你們是一樣的 對對對 完全重點 不過我們還是有看了以後 我們還會稍稍努力 就是二十幾到三十出頭的人 對壓力非常大 好幾天已經失眠了 真的嗎 真的真的 然後我很想拒絕他 對 那本書底下有一個貼紙 在倒數提議說要睡過八小時 可以貼在你的電腦上 對我今天三點多的電腦上 好好好 沒有剛開始的時候就是說 因為其實今天對近大家 都一直在談的是 對輕鬆一點 因為你的眼神對著 我覺得非常的和許 哈哈哈哈 OK好 沒有沒有沒有 對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我想說 就是說你之前也接受很多人的 媒體的裁判 然後就是說也講的蠻多的這樣 那我們知道說最近大家比較費洋 在談的一件事 是那個美國總統大學的事情 那我是想說從這邊開始破題 就是說先想聽聽你的想法 然後我們再進入我們就是說 這一次我們談的主題 因為我想說就是說 您接受採訪 其實也談了蠻多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慢慢聊一下這樣子 那可是前面的部分的話 可以我想聽聽看就是說 那您對於就是說 因為現在至少是拍板 拍案 拍案 驚奇 對還蠻驚奇的 這一兩年 十一月驚奇 對今天唐啟陽老師 他還在講說最後兩個月 就是說重大事件發生 然後變成台灣的那個 就是搜尋的那個最前面這樣子 我想說那大家其實不斷在驚奇當中這樣 那可不可以請就是說 就是鄭文明就是先講一下 就是說您對於就是說 這次就是說 在這次的驚奇裡面 然後您的觀察這樣 因為大家也知道就是說 其實前面 因為我在看你的資料的過程當中 對 很多其實您不外乎就是 談到民主自由 然後還有就是透明性 比較多的觀念 透明性還有主體性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很多哲學上面的用語 包括就是說您喜歡的那個 您覺得比較想像的 就是維根治涵 可是維根治涵 他本身其實他是講語言學的人這樣子 所以他層次其實很不同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就是從一個事件 就是大家比較最近發生的事情 那您可不可以先聊一下這個部分 然後我再延續 就是這一次比較不一樣的重點 因為要從就是說 堂中求益裡面去找尋它 我其實也是需要您的幫忙 嗯嗯嗯嗯嗯 我想我常常演講 一開始都會引那個 蔡英文總統第一人 舅直言說的一句話 說以前我們以為民主是兩個價值的對決 現在要變成多元價值的對話 從對決到對話 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使命 對那就是打造這樣子一種 就是能夠即時回應 但是又有溫度的這樣一種民主 那我覺得他那講得很好 而且我講的是非常客觀 因為當時我還不知道我會入閣 所以我是2016年10月才入閣的嘛 那我講的是2016年5月 那這一次就是拜登他說 我們也許是對手 但是不是敵人嘛 那也許後面的那一整段 我想可以說是跟蔡總統 第一任舅直言說講的 是幾乎是完全一樣的一個主選人 嗯嗯嗯 那你覺得對台灣的影響 嗯那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我們在台灣 在蔡總統第一任裡面 我們也看到說從傳統上面的 就是藍綠對立啊 或者是不同的世界觀嘛 不同的歷史觀嘛 的對立嘛 那現在大家到了一個 同舟一命的這樣一個情況嘛 那中華民國跟台灣中間 本來要一個介系詞嘛 現在不需要介系詞了嘛 是同一個東西 確定嗎 對中華民國台灣了 六個字連續念 對所以民國變成介系詞 我想到那個共機 在那個就是中華 就是那個中共的那個飛機 在那個就是台灣這樣 就是 我不知道那是真的還假的 就是今天也是今天的新聞 好 不過那不是重點 就是說你剛剛其實有提到 就是說 不是對手有沒有 然後其實有對話的空間 其實這也是就是說 就是說您在過去的談話裡面 其實一直有談到對話的部分 有沒有 那如果說 就是我們如果說的那個脈絡 那對於您來講的話 就是說對話這兩個字 剛剛我們提到就是說 您對於這次的觀察有沒有 那我們回到就是說 您自己本身 那對話這個東西 對於您來講 它本身您賦予它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六次採訪 我是把這次定義成就是說 我跟您的一致溝通 這樣子 對啊我覺得對話首先是輕聽 輕就是傾斜 就是願意受到對方的感受影響 那在睡到對方感受影響 會比如說你說你沒睡過 那我就會想說 那我沒睡過那種感覺是什麼 等等就是 會要有種同感 但是這個同感不是只是 好像你沒睡過我也跟著精神不好 當然不是這樣 而是說我透過我自己的經驗 去試著說 因為我沒睡過的時候 如果現在是有人在跟我說話 我會希望他語速稍微放慢一點點 或者是說 會希望他多用一些比喻 而不是一下子就進入邏輯 就學論的那種層次感裡面等等 對 那所以就是說 透過共感 然後來達到同理 那這個同理我覺得是用自己的經驗出發 可是不是單純的同情心 而是說 傾斜之後又能夠慢慢回來 那這個我覺得是對話最基本的一個過程吧 就是先傾斜傾聽 然後講的時候已經是用一種同理的感覺來講 那如果說今天有希望說您用三個關鍵詞來形容您自己的話有沒有 那對話會不會算是一個個人上面 因為我知道形容是別人形容內容 那對於自己的觀察跟內察有沒有 我覺得您其實也是一個常常在做這樣事情的人這樣子 那如果說有三個關鍵詞要讓你選擇的話 對話是不是一個 那如果是一個的話 假設他成立 那是不是另外兩個 這個是我另外一個問題 等一下再問 那對話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賦予你身上的第一個關鍵詞 當然如果你 這是你寫作的一個切入的角度的話 我不會反對這個角度 但是那仍然是你的創作 那如果說 按照這樣的邏輯 我進入你的邏輯裡面 對 那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的話 既然如果他不是的話 那如果說請您 就是說 來詮釋您自己有沒有 那如果要請您來講說 就是有三個關鍵詞放在您身上 或三個形容詞放在您身上 或三個 我們如果就提到說 我直呼您的名諱 唐鳳 這三個字 唐鳳 兩個字 兩個字 你看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 對 就是 兩個字 那你會怎麼樣 就是用這三個關鍵詞或形容詞 來形容名詞 而不是別人的詮釋 我想唐鳳這兩個字 已經很多人把它當動詞用了 當形容詞用了 它詞性已經是非常多元的 所以這個名字我也沒有什麼 肖像權性名權的顧慮了 已經捐出去了 大家隨便用吧 有人說 我的貼文被唐鳳了 之類的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沒有問題 所以唐鳳應該是第一個字 那可能 後面兩個可能就是 Homo sapiens 對 就是人嘛 那智人嘛 就是 Homo sapiens 對 所以就是我的名字 然後 Homo sapiens 第三個呢 Homo就是人嘛 Sapiens就是智慧 那如果說進步去詮釋它的話 那我們再延伸第一個 您的名字的話有沒有 那您的名字的話 你會再怎樣去延伸它 然後您剛剛有講到說 它已經是一個動詞 而不是名詞有沒有 那動詞 你是怎麼樣覺得它是一個動詞 是因為說大家就是說 實際在語用上面 在語用上會看到說 這個是不是被唐鳳了 還是這個我的貼文哪一天被唐鳳了 什麼之類 它是變成好像沒有給出交代 好像言論自由就受到侵犯 的這件事情 那但是它現在又在像鋪浪等等 也有一種好像海巡的一種意思 就是說 好像提到唐鳳兩個字 唐鳳就會出來回一個表情符號 那所以這個時候又是 好像就是隨時隨地舉頭三尺有唐鳳 的那種感覺嘛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是它實際上的語用 我只是描述它 我不是說我想要它被這樣使用 我只是說我看到有人這樣用 你看到有人這樣子用 那你看到有人這樣用的時候 你吸引你的感覺是什麼呢 因為就你而言的話 其實你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從2014年的時候 就是成立了那個就是 因為318時間嘛 對 然後成立了G0V 那是2012年 是我幾個好朋友成立的 倒不是我 對 對不起 是我時間續記說 那人家這樣子用它的時候 那您自己的想 原來中文還可以這樣用 是一種欣賞作品的態度 所以您現在是這樣子看待您自己的 隨著您就是 看這幾個字 對 看這幾個字 隨著公眾化之後 其實您也是這麼覺得 等於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所謂的透明性這件事情 其實您不管是在政府上面 就是政治上面 然後民主上面 甚至您個人方面 您是不是就是說 其實也等於把你 就像您剛剛所提的 就是把你自己也捐出去 對啊 像客委會做成什麼 唐鳳過台灣 他是把唐山過台灣 改成叫唐鳳過台灣 腦波耕田 什麼 他沒有問過我 那我就是肖像犬捐出去 他隨便怎麼用 那我很好奇的是說 其實當我在看您很多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您對於這樣子 就是這種體悟 是怎麼樣的體悟 是您從小就是說 您在學習 因為我知道就是說 您很小的時候就 錯學嘛 我不要再講時間虛話 我還沒有講錯 15歲的時候 15歲的時候 15歲錯學 那時候 為什麼有的是12 有的是3 有的是14 因為 這是不同的概念 好比像說 我是13歲進入北正國中 但是北正國中第一學年我有讀完 所以無論如何不會是13歲 那到14的時候 我是跟校長提出說 那我想要就不要再來學校了 那當時校長等於就是幫忙說 解釋說這是每個禮拜五天的 校外自行學習了 那雖然沒有任何時間教育的法令 但是我也成為第0代自學生 感謝讀回平校長 那當時是14歲 沒有錯 但是外面知道說 我跑去開公司了 那個是15歲 那所以中間還是有一年的時間差 理解 好 那再回來就是說 那在你那時候 就是講到透明性的部分 因為就一個一個來 講到透明性的部分 你那時候是怎麼樣的一個題目的時候 就是說 你覺得其實就是說 不管今天在面對民主 或是今天在面對就是 社會 社會行動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意識在台道行動 還有你個人 那你是怎麼樣就是說 完全把自己打開 因為譬如說像我剛好一坐下來有沒有 那那個就是我們的攝影大哥 他就是說要照相的時候 我就說 因為我曾經有就是那種 不是做壞事被漏收 因為我就是不喜歡 做好事被漏收 其實有 模範 對 就是廣 因為現在現在上廣播 其實也是要那種 對 然後 反正就是 不喜歡 漏臉 不喜歡漏臉 對 但我沒有強迫你 我只是說我自己要偷你 沒有 我沒有說你強迫我 對啊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 還是這是自我撈錢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其實對大多數的人 除非是網紅或是 我不是說你喔 就是說很大 你說我也沒有關係 謝謝 大多數的人 他其實不太喜歡在鏡頭裡面 或是甚至會 其實我也會有恐懼感 比如說我覺得胖啊 或是醜啊 對不對 可是對您來講的話 就是說 就是我們從大到小 那你怎麼樣從 開始的時候 你覺得就是說 展現在大家面前 你剛剛覺得一個歷史 就是科有科委會的歷史 那您就是說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追本作語 那您怎麼樣 就是提不到 就是破名之心 擺在大家面前 赤裸裸的 然後你覺得無所謂 沒有我還是有穿衣服 這還是藍人 這是這個循環經濟 咖啡沙 咖啡沙跟回首高特品製作的 哇 這個你好像很喜歡藍色耶 對 深藍色 對啊 因為我看到你好多的採訪 全部都是 對 因為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來講 深藍色就是 達到共同目標的夥伴關係 深藍色的意義是partnership 真的喔 學到一件事 他有聽過也是 就是溝通能夠 對 能夠達到溝通的目的 也是藍色 藍色好像有一點 對開放政府 如果是在SDG裡的話 它是中等藍色 就是稍微淺藍一點點 對 那所以大概就是這兩個顏色 是我最常使用的顏色 就是SDG16跟17的顏色 16是這個顏色 嗯 17是這個顏色 嗯 所以這兩個大概是我目前最專注的 再淺一點就是 海洋生態跟潔淨水資源的顏色 OK 還有 對 學到了 嗯 對啊 但是這樣課委會那樣子使用 為什麼我覺得很棒 或者是覺得 原來還可以這樣用 那我想是因為對我來講 我並不是這個名字的擁有者 我只是他的使用者 那可能是在很多方面也許第一個使用者 但第一個使用者並沒有對於未來的使用者有什麼權利 所以未來的人要再去使用 那我覺得應該是很開心才對 所以其實您對於就是說 因為我們其實 當然來之前會有一些準備 現在就講到透明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們只能爬梳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 我剛剛為什麼談到 我其實有點差跌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跳躍思考 沒有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是看到就是說 您後來錯覺之後 因為你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網際網路這件事情 就是說牽引著你發現 就是說 即使你人在台灣 在此時此刻 可是事實上 其實你的一些知識 其實是串連整個世界的 那是不是也是 就是說我們就跟究底 如果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東西 當如果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這個東西它是怎麼樣讓你覺得說 就是說 就是我們今天把這條 不管是時間或空間的界線 這個壁壘分明的界線打破了 讓你覺得就是說 因為這個其實 我自己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 你自己本身的一些價值觀 都是全都是 背貝是昂在這上面的 那所以我比較想要理解的是說 那這個東西 對您來講的話 它是一開始說是有什麼東西影響零 還是說是日積月累下來的這樣子 我想最主要的還是網際網路本身嘛 我在聯商網際網路的時候 當時不管是古騰拋計畫 或者是ARXIV Archive 一個代表最經典的知識嘛 那些已經沒有著作權的 那一個代表最前沿的知識嘛 就是大家自己願意拋棄掉 一部分的著作財產權 然後讓大家同裁審月 那這兩方面都是讓我完全不需要說 一定要讀個大學 有大學來幫我付這個取用的費用啊等等 當然我就可以去把最經典的 跟最先進的知識 都可以等於免費無償的來取用 那而且在ARXIV這一段的話 我只要有個E-mail 我也不需要付郵票錢 我就可以去參與 就是共同創造知識的這個過程 那當時我為什麼會出去 也是因為我跟讀一篇校長說 就是他本來跟我說 一定要完成學業才能夠做研究 那我就跟他說 你看我已經在做研究了 那他也很開明 他想了一下就說 好那明天不用來了 所以這些都是互相關聯的 理解 所以其實從那時候 你自己本身的價值觀其實就定定了 對 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嗎 所以往今往日 他本來就有一套世界觀 可以是說 我以那個世界觀 作為我的人生觀 可以這樣講 理解 這樣子我就比較了解 那我想請問一下 您剛剛其實有 再來您剛剛有提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牽扯到說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就是說 公平性 就是所謂的那個公民科技這個部分 就是您日後 您不管從 剛開始的時候 從那個就是看緣語言 一直到現在您關心的5G AI 或那個AI IoT的部分 然後或甚至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 所謂的對話的部分 我需要再重複嗎 就是我理解這個有聯繫 但是我不確定你的問題是什麼 對 我還沒有問問題 我是說 就是是不是在這個大框架底下 是不是這個框架底下 因為我是要先確認就是說 那個所謂的就是說 網際網路對您來講的話 它的世界觀形塑了你的人生觀 人生價值觀 你的人生價值觀裡面其實有好幾個課題被關心 就是您所關心 您所關心 然後這幾個部分的話 然後我從 因為我在有些資料裡面 我看到其實就是 因為你不斷地一直有提到 就是那個透明性的部分 就民主透明這個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 哪一個 那個 無政府 就是烏托邦的世界這樣子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公民科技 就是其實用科技 科技其實是就是 讓我們的世界更好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剛剛其實有談到 對話溝通的部分 因為對話溝通的部分 其實我了解 不是我們現在面對面的講話 而是你讓我想到 就是那個蘇格拉底 就是他的水聖柏拉圖 在那個 尼巴比的對話錄裡面 其實談到那個 對話的部分 那個層次 那我的問題是說 那所以就是說 我是不是就是在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就是 就是透明性的部分底下 然後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你會形述有這樣的概念這樣子 因為這是 我剛剛從 我剛剛請教您的 就是三個關鍵詞裡面 第一個嘛 沒有聽懂 好 那就沒錯 我只是在 你要問的是說 這個對話 是否不限於 兩個個體之間的對話 而是奠基於透明性上面 以公共利益 作為出發點 來達到整個社會的一種對話 甚至達到一種 所謂的安納期的境界 是這樣沒有錯 對 因為我比較 奴頓 沒有辦法講出 那種 神奧的字眼 我比較奴頓 對 我比較奴頓 並不是 但是大概 他概念上是這樣 沒有錯 所以我這樣理解沒有錯 謝謝 好 然後另外我想要再跟你請教 就是你剛剛講到 所謂的就是Humor的部分 第二個關鍵詞 那同樣的道理 也是一定要請教你 就是說 那你怎麼樣 你怎麼會去 用這樣的字眼來 做為你的第二個關鍵詞 你說怎麼會覺得自己是人類這樣 你當然不是講第二個是這樣嗎 還是我理解錯 但我的意思是說 我是人類 這個需要證明 你不需要證明 對 在你投影的時候 我覺得那一項 有點像 對 那我想 人性 或者人類 或者 人文 人的文明 等等 那我覺得 這個當然還是 我們要對於社會有關懷的時候 的一個出發點 就算我們要主張說 環境也有它的靈性 或者是動物也有它的權利等等 那還是你感同身受 還是作為人的一個感情出發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human centered 但是不是human centric 就是說從人出發 但是不一定要歸結在人類上 大概是這樣子 以人類這個概念作為起點 而不是作為終點的一個形容方法 了解 那從這樣的一種形容方法底下有沒有 那是不是就是說它其實 我們如果把它翻成兩個層次 一個是你個人理念價值的部分 一個是你社會個人理念價值的部分的話 那我不曉得這個 你會把它 像比如說 像很多時候 就是大家會在你身上灌輸很多名詞 天才啊 完美啊 然後 那是形容詞吧 我剛剛講的 完美是形容詞 我剛剛前面講的 天才 天才 天才是名字 就是灌注很多東西 那但是對我來講 那都是大家的創作 對 所以你不會太去 好 那我想要 其實我裡面有一個 當然啊 其實是有點引導 那我想問的是說 就是說 比如說我講幾個 東西 比如說 像快樂 天才嘛 然後 我們先從快樂 一個層次 一個層次來好了 就是說比如說 像 您對於快樂的 如果說 在 我們剛剛講那個 關鍵詞底下 就是說 您對於快樂的定義 是什麼 因為其實在裡面 其實你的方案裡面 有提到就是說 就是整合集體的智慧 去解決問題的思維 有沒有 那其實就是一種快樂 是一種好的感受 一種滿足感 對 good spirit 對吧 嗯 對 那我的問題是說 那所以這個其實 就對您而言 就是說 就是 快樂 對啊 good spirit 如果用希臘文的話 是 eudaimonia 對啊 就是 eudaimonia 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分 怎麼拼啊 我就講 e-u-d-a-i-m-o-n-i-a 那另外 我先把他問那個 然後另外再來就是說 從 就是 新冠肺炎這一下 之後 不管是從國外到 台灣 全世界 每個人都在稱 您是 天才中的天才 對 對您來講的話 就是說 可是其實您也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對不完美 這件事情 您怎麼看不完美 這件事情 因為滿足感 那個我能夠理解 因為其實我這些 我等一下 我問的這些部分 其實都是跟您剛剛講的那個 東西是有相關的 那我只是要去確認它 因為我總不能就是 這 站在我的腳步 當然我自己的他感 就是我自己去看您這樣子 當然 對 然後 但是 書籍呈現出來 必須還是要表共感 當然 還有您自己 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就是 不是大家對於您 形容天才這件事情 就是說 您其實也有提到就是說 不完美這件事情 那您對不完美這件事情 您的想法 我想 我常常說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就是 就是 Lena Cohen或者Rumi都有說過的一個概念 那這所以其實最主要的倒不是說 就是在那個當下有多完美 因為任何事情它都是在變化中的 現在看起來很完美的 到了下一個階段也未必是這樣子 所以重點並不是說 當下的那個完美的程度 而是說你能夠在這個變異當中 這個變動當中 能夠多清楚的去讓光能夠透進來嗎 就是多透明性多高嗎 如果不是透明的 而是 反而是哈哈鏡啊什麼之類的 那事實上 想要解決問題的人或者這些創意 就沒有辦法變成 就是散播出去的一個通道 那如果我不是一個能夠讓好的主義散播的通道 那只是靠我自己的重點才知 那個是沒有用的 幾乎沒有什麼問題可以靠這樣來解決 那同樣的道理 我也常常說 我就是這些思想的一個載體 到我這邊我只是增加它的基本傳染數 但是我不會覺得那是我的想法 那也是我從別的地方感受到的一些想法等等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同一個概念 就是完不完美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那天才呢也就是其他人的標籤或者一些創作吧 對我來講還是這個思想 我能不能夠承載 我如果承載的話 能不能夠很快的就把它增幅出去 那只要增幅出去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繼續去關心別的方面這樣 理解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可不可以幫我們舉一個例子 當然我知道您所做的事情裡面有很多的例子 第二個是不是我也可以把它詮釋成就是說 其實您要講的其實不是個體 而是說其實是一種群體的力量 第一個我想的例子就是我們這次訪談 我們這個訪談您說您做了很多功課 有一部分想必是之前的訪談者 好比像說邱維震等人跟我訪談的結果 那但是其實我跟他的對談 我們雙方都是拋棄掉著作財產權 已經是公開登載在我們網路就是say it的這個網站上 所以任何人要援引要援用要混搭什麼 都不用問過我們兩個人 也不用問過鄭重來 另外一位作者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個是一個互相加到一個叫commons 就是一個共有的這樣子的一個行動 那所以對我們來講 就是我們也只是在當時的那個對話裡面 好像拼拼圖一樣的把它這樣子加進去 那您現在當然又可以從這裡面去用 那但是因為我們這個討論也會透過我們YouTube平台 就讓大家能夠看得到 所以未來再有人去援引這裡面幾分幾秒什麼堆談的時候 它又變成未來的一個資源 所以就不是任何人好像我們說開源結流嗎 就是我們開了很多知識的這種圈圈 那但是沒有任何人能夠讓下游受不到 好像主張專利權主張什麼營業秘密一樣 然後去讓下游變得無法創作 那所以像這樣子就是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疊加嘛 對就是全部好像拼拼圖一樣吧 加在一起 疊加也可以啊 疊代也可以啊 有很多形容這個的方法 如果要用一個形容詞 你會用哪一個呢 我覺得這也是回到你就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我會不會把它叫做一種群體的智慧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群體智慧不錯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嗯 怎麼說呢 就是說您可不可以多說一些這樣子 嗯 就是說 這部分的話就是群體的智慧 你會 如果是 我們要對話的話 那你除了說 這五個字之外 那您可以多提一點就是說 您對於他的一些想法或觀察嗎 好啊 我想大概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嘛 一個叫集思嘛 一個叫廣義嘛 那集思就是說 大家對於相同的事情一定有不同的感受 就像您剛剛講的 一個人他對於自己的感受可能有覺察 對於看到別人的感受可能有他者的感受等等 那這些呢我們如果不把它就是集合起來 而是大家各想各的 但是不溝通不對話 那當然後面也沒有辦法達到公共的利益 所以我想集思的部分這個是第一步 那第二個就是廣義的部分 廣義的廣的意思對我來講 就是要讓本來不關心或不知道有這件事情的人 當他覺得說這件事情我需要關注的時候 他可以很快的進入這個脈絡當中 不用自己再去做全部的求證的這種工作 因為這也不可能嘛 不可能一個個體就能夠一下子知道 所有這種世界性的結構問題 到底目前的狀況是什麼 所以就是要讓任何在此之前 接不上這個知識狀態的人 能夠盡可能的沒有任何負擔 就像我當年不用付任何存取費用 就可以在網際網路上面接取知識一樣 進入這個知識的社群 那這個對大家都有所幫助 這就是廣義的部分 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說 除了從這個密集 不是密集 就是從這個我們剛剛討論的這個東西出來 然後一直延伸到就是說 其實對於您整個人的認識有沒有 那我也會很好奇就是說 其實您講的話裡面跟您做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您是把一些大家所謂的抽象性的 哲學性的東西有沒有 然後跟實際上接地氣的執行面結合起來有沒有 那您是怎麼樣去做到的 因為其實念哲學的人其實常常被批評就是說 就是你是行而上 不管他是標籤或什麼的 或是說你今天就是那個 你可以不用在意他 然後但是回到問題的本身 好就是回到問題的本身 就是說那我在您身上 還有您的團隊身上 我發現就是說其實 你把這兩者結合得很好 那但是你可能會有另外一個聲音就是說 因為您今天唐鳳您是就是中南階級下來的 那如果今天我是在那個偏鄉的山上的小朋友 或是我今天是一個很弱勢的人 我如何達到您所謂的就是 那一個您講的就是說 你今天不可能把一個那個今天世界結構發生的事情 然後立馬我透過一條網際網路能夠理解 那會怎麼辦 我們在台灣是寬頻作為人權 你的部落一定有文件站 你的學校一定有至少10Mbps 沒有的話是我的錯 所以現在應該是都有了才對 那即使你沒有這方面的使用的能力 你有硬體有軟體沒有使用的能力 那也有教育部的數位學辦 可以去跟一個在中產階級的一個大學生合作等等 也就是說我覺得在台灣寬頻通訊學習健康 這些是人權 你問的問題就好像說 那我要是家境很不好我很偏遠 那我不認識任何一位藥師 我到底要怎麼拿到口罩 那你還是有健保卡 如果你不會用健保卡的話 一定有就是文件站 或者是健康中心的朋友可以教你 一定要更偏僻到 你連就是有健保卡這件事都不知道的這個 那當然還是有 那但是已經是人口的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 那這個當然就是社會工作體系 或者如果是移工 那其實移工工作一陣子之後也應該會有健保卡 但是如果是並不是合法的情況的話 那或許會沒有 那這部分還是要靠就是社工體系來把它補圈 但是這個是已經到非常非常邊緣的狀況 那這還是要靠就是你剛剛講的 現在我們關注的這一些包含就是5G啊 AI啊什麼之類的這些做法去確保說 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 你都可以有好像臨場一樣的這種寬屏的一種接取的這種能力 其實為什麼是用一種人權的角度來看 就是即使你不是有投票權的國民或公民 你都應該要有這樣子的能力或者有這樣子的權利 那所以我想這部分是很明確的 那所以我覺得在台灣你說只有中產階級才用得起健保 好像不是這樣的 這個別的國家可能是這樣的 但是它是不是一個特殊的案例 因為畢竟就是說 您提的這個案例其實我們其實大家都已經看到 然後我覺得其實也讓我深一步的理解跟了解有沒有 但是事實上比如說像我也很關心教育 但是我事實上我走到那個山上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有看到有些小朋友 他其實其實我們今天有iPad有運體 但是他們其實說真的就是講句擺一點就是說 那我們講學習歷程嗎 那學習歷程其實為什麼大家現在還是好論就是 所謂的學習歷程其實造成了所謂的不叫商機 或甚至就是說有一萬個學生他跳出高中生 在108課綱實施的時候他跳出來講說 就是我要就是取消那個學習歷程 有這我們正在處理 對 那我們方便了解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處理的 因為這會接著到教育部嘛 您可以講就講如果不行就算 或是說你可以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說 比如說我在山上的時候 的確有看到那種就是 就是爸爸媽媽就是他 現在台灣其實幾乎沒有文盲 但有經濟弱勢的事情 但是您也回答我們那個問題 因為在最後一例的時候 其實那應該就是很少很少 就是說你一個月付不起499元吃到飽的網路的人 當然比例並不是那麼高 但是即使是對於這些朋友 我們的社會工作體系 還是有相應的方案去幫忙他 所以我覺得這裡有兩個重點 一個不是只是在講軟體硬體頻寬學辦什麼東西 因為那個是政府可以做的 那另外一方面是社會部門 就是那他在當地的社會部門裡面 有哪一些連帶關係 能夠去告訴他說 那他有一個他聯繫得到的一個社群 他透過這個社群的一些知識 他可以立刻就可以改善他所在的地方 不管他自己他家裡或者是他的社區的環境 那理論上好比像說像地方創生國家戰略方案 就是想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他讓在區公所或者部落會議的那個層級 就可以去提出這樣子的願景 而且去結合民間部門的力量一起來完成 那在台灣有很長的歷史 基本上即使是在戒嚴時代 我們都是靠著民間的 不管是儲蓄互助社啊 合作經濟啊等等這些方式 來把這個最後一里路密佈起來 在我們有非常完整的社公司等等制度之前 大概都是靠社會部門了 所以我覺得社會部門在台灣的正當性 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那國家能夠做的呢 可能是確保說社會部門他的運作 不要碰到什麼障礙 或者是返回的一些限制 但是到真正的最後一里路 確實台灣還是社會部門扮演重要的政策 理解 那如果我再回到您剛剛講的 就是學習歷程這部分了吧 對 這部分可以回答嗎 可以啊可以當然 學習歷程的基本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每一個人當他在進行他所謂 problem based learning 覺得有什麼事情是他覺得是一個問題 但是他的老師未必覺得是一個問題的時候 那他應該不要被當作問題而同 應該是由他來決定他的學習的方向 對啊 所以在那個方向上面 他的學習的歷程 不管他經歷了什麼 什麼滑獨木舟環島 隨便什麼 那個格式那個做法等等 是他自己決定嗎 那在升學的時候 就是說大學在考慮學生的時候 有一半或以上的佔比 必須要是說那我這個大學 我想要跟這個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人 我這個大學也有我自己的專注的領域嗎 那我好像組隊打冠一樣 就是組合成一個有不同的歷練的這些隊伍 那這個就比較像是 就是大家是互補的關係 而不是競爭的關係 因為如果沒有學習歷程 而完全只看 好比像說班級內排名的話 那是一個false proxy 是一個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一個待用品 因為一個人在班級裡面的相對名次 跟他能不能在大學 或者是未來職場上面 跟人互助合作解決問題是毫無任何關聯 說不定還有負的關聯 那所以這是我們為什麼 就是開始往學習歷程移動 那我們也發現說 確實就是一班級排名了 來要求學生的 不管是學校也好補習班也好 現在都瞭解到大學已經不看這個了 所以就是這部分有鬆動的趨勢 但是也像您說的 不一定都是到社會部門去進行社會工作 也有一些就是商品化的學習歷程開始出現了 所以因為台灣不是只有左翼啦 也有優異的市場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 當初我們在做生理國家課程的時候 就理解到要花三年的時間 讓大家慢慢習慣 而現在因為學習歷程最後的那個應用 就是高三到大學的那個應用 或高三到職場的那個應用 其實還沒有發生 所以大家腦裡面有很多不確定性 不知道他會怎麼樣子被運用 因為現在才得急到高二而已 所以我覺得到大家有第一手經驗 也就是到了明年的話 那我覺得大家就會比較清楚說 原來素樣導向的升學是怎麼回事 那當然我們我自己也希望說 到當那時候如果他跟大學雙向面試 這個小孩覺得他不想要念大學 那他應該要這樣子的自由 不要變成說好像說就是他的父母啊 或他的家庭啊 要他一定無論如何先去念個大學 大學應該是他覺得跟大學相匹配再去念 而不是說他高三結束之後就一定要念大學 所以您覺得就是說至少是三年的時間對不對 而不是說我今天我一時實施的時候 因為因為那個就是108柯剛 其實他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其實他就已經在草靈了 可是您講的三年是說就是真正實踐了 對我們實踐是去年開始 從小一國一高一 對然後到第二年就是今年嘛 然後慢慢到小二高二跟國二 那在明年才到小三國三高三 那真正的意義上面要到後面 這個高三的這一群才會變成大學生 理解也就是您所講的就是說 今天我就是兩方對話 就高中生跟父母對話 高中生跟大學對話 大學就是三方對話之後 然後我才能夠跟未來的職業會 能夠做一個爭解 這是一個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高中生目前的相對談判為止 因為他18歲還沒有成年 所以他相比於家長以及相比於學校 都是比較弱的 對那但是希望說我們有一個配套 就是希望到了明年18歲就成年了 所以他的相對談判為止 跟父母就會變成一樣 18歲可以投票這個是已經公民投票過了嗎 還沒有但是我講的是成年 法律上民法上面的成年 民法值得成年 理解 謝謝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剛講到所謂的 集體的智慧的部分有沒有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關於 我順著下來就是還有就是主體性的部分 就我個人的理解主體性的部分 比較是出現在那個哲學上面 因為就是人為萬用的權衡 這從我沒有理解錯 請繼續 請繼續 對 就是 這個字是從那時候開始 因為我要探討人 然後之後才到所謂的知識 所以到16世紀的時候迪卡爾才說 是我在證明自己的存在 然後到後來也沒有辦法去證明 就是說知識其實它本身就 能夠證明我自己存在的時候 其實後面才有就是所謂的那個 圓學現象的部分 但是那都好 對我來講我覺得好難 這樣 我們為什麼突然在談這個 沒有沒有沒有 接下來就要開始談高達沒有了 其實我能談我覺得蠻好的 這就是 沒有沒有 我要回過頭來講 其實我是在講一個哲學 它本身 從一個哲學的歷史裡面 去探討人這部分 因為很多時候大家只會講到說 哲學其實我是在問說 我是誰這個部分 可是我覺得在您的訪談 跟您的很多的 我看到一些文字紀錄裡面 跟可視化紀錄裡面 其實你很常在談到 所謂的主體性這個部分 identify identity 這件事情 那這個事情我不知道就是說 你自己本身的看法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你自己怎麼樣去看 所謂的 就是主體性這件事情 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就是大家會把它 跟所謂的就是 學習 這些學習不斷的 掛勾在糖鳳這人身上 那我其實有點不太理解 就是說 那我知道說 就是大家一直會講 就是糖鳳工作法 就是那個什麼 番茄粒 對 番茄粥 然後 那沒關係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今天來 我想先確認某些事情 然後後面還有幾次的對話 那就是我 我的問題是說 我想問的就是說 那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你怎麼看主體性這件事情 那我剛剛的闡述 其實就是 當然是我的指導的鋪層 那第二部分的話就是說 就是 那這個根就是說 你的學習性 其實你剛剛有回答我 其實就是你的價值觀 對 我想 subjectivity 就是主體性 或者說 一個人對自己的主體的認同 identity 我想 這當然在哲學上 都是重要的概念 但是 我覺得另外一方面 也是 就是這個inter Internet裡面的inter 也可以用在主體性上 為什麼 Internet是叫Internet 而不是叫Net 就好 那就是因為它是把很多現有的網路 但是透過一個叫 網際網路協定 讓他們能夠互相交換資料 不然我們就會 只有一些地區型的網路 而不會有真正意義上 全世界的網際網路 所以那個inter是網際的那個記 跟那個字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就是在人記 人跟人之間 那也有所謂的inter subjectivity 互為主體性 對 那我自己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在增強那個inter的部分 而比較不是在那個subject的那個部分 因為我想增強subject的部分 已經有很多朋友在做了 那但是增強這個inter的部分 不管是跨文化 跨領域 跨世代 等等的這些對話的能力 那目前投注在這個上面的力氣 我覺得相對上來講是比較少 所以我大部分的力氣都是畫在inter的部分 理解 好 所以重點是放在就是所謂的學習的部分 或是我們不管是用學習或用進化 那您可不可以幫我 我知道您也覺得很多例子 您可不可以幫我舉一兩個例子 就是說比較最近在進行的 所謂的跨文化跨世代的事情 好啊 好比像說 好比像說像我們在行政院 有一個青年諮詢委員會 那我們就是不斷地會邀請35歲以下的青年 來擔任我們的隔園的逆向的導師 reverse mentor 就好像我自己3334歲的時候 也是在這個辦公室裡面擔任 當時蔡月林正偉的reverse mentor 是一樣的道理 那這種比較像見習性質的顧問 就是希望說年輕的這個世代 因為他們一出生就已經是不但digital native 而且是立刻就連到整個世界 對他們來講 hashtag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想到什麼主義 本來就應該幾思廣義 這是他們首先學到的一個政治 或者社會組織的一個方法 所以由他們來去想說 那我們面對這些結構性的問題 要怎麼解決 像您剛剛提到的 教練國教課綱 裡面有個很重要是 怎麼樣讓大家更重視技術高中 不是說你念不到普通高中 再去念技術高中 而是說你很多人的第一志願 就是技術高中 那這樣子要怎麼在國中階段 引發他這個興趣呢 那就有一個青年諮詢委員 叫黃偉祥加入的時候 還不到30歲 就提出來說 那我們是不是就請去 當年應該是俄羅斯卡山 就是比賽世界技職奧運 技職競賽 得獎的這些朋友們 那他把勞動部長都帶去了 自己集資拍了一支短片 怎麼願會播放 這個蘇院長非常的impress 那就是讓他在當時的 國慶的這個遊行滑車上面 就好像奧運國手那樣子 接受大家的賀菜 那也不只是如此 而是這些技職的國手 又可以再結合他們的力量 進到十二年國教 因為按照新克綱 你是可以有非常多的 就是校定必修 校定選修 加深加廣 那有一些這些課程 就可以用在 運用這些技職的能力 去做設造 去把這個校園變得更好 那不但是看起來更美 也是說社會的功能更大 所以這些中學生就可以學到說 那我的這些技職 是很快的對我的社區 像您剛剛關注的 就是說如果這邊是比較弱勢的 或者是它的資源 比較沒有那麼豐沛的等等 我只要運用一些設計的能力 我就可以去做到創生的工作 那這樣的話 當他在進入技術高中的時候 他不是覺得說 他排名比不上人家 所以他去念技術高中 而是說 他就像這些國手英雄一樣 能夠來對他的在地 以及對於整個世界 都有所貢獻 是抱著這樣的熱情 去進入技術高中 那這個提案 也立刻就獲得了親自會的採納 事實上是我們國家政策的一部分 那所以他自己後來也去跟技術教育的這些國手 訓練師啊 相關的官員啊等等 自己揪了一個討論的一個親自詢和喊的詢和作態 那因為主資格都在網路上 我就不講細節 好 理解 這個我也有看到 但是我的問題就是說 您提的這些案例有沒有 會不會就是有時候是萬種選一 或是說他可能是百分之十 或是說我們常常講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就是說 理想很豐厚有沒有 但是現實很骨感 這樣的事情產生 那意思是說 我們沒有幫到伊索比亞人這樣嗎 沒有幫到阿迪斯阿貝巴的平衡庫 如果說您要這樣形容其實也是可以 但是我沒有想到那麼遠 我沒有想到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我很贊成這樣子的理念 跟這樣的價值觀 但是事實上其實 我當然有另外一種生意型 它慢慢出來了 就是說就是 台灣最需要改的概念的人 其實是父母的思考 還有就是我們過去那個 儒家講的就是萬般皆家庭 唯有讀書高有沒有 我剛剛在講就是對這個概念提出挑戰 就是技術高中對很多人來講 應該是他的第一次人 是 然後我有到台東其實有看到東工高中 他們的那個就是 木椅真的做的不會比大人還要差這樣 對但是問題是說其實 我們可以可見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我今天在跟那個東工高中的學生 他在對談的時候 但是有另外一批就是60年前東工高中的 你看他們就是那個白教父 對 他其實那時候帶著他們的時候 去台灣其實在那個就是 木工這一塊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但是他們跟我講說 就是說隨著我們才也練得竹水草而居 就是說慢慢也到越南去 但越南其實也不行了這樣子 那我要回到我的問題的意思上面 就是說 那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是 就是 他畢竟還是少部分的人 那如果說今天 您可以進一步做 您今天也有這樣的力量 跟甚至我們講這樣的權力的時候 那我要怎麼樣再進一步去說服就是說 或是不一定是用說服 而是去告訴他們說 就是說 您講的就是說 所謂的價值觀都是在全部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說 因為社會價值貼上他們的標籤 給他們的標籤 我想分好幾個層次 你說是個萬中選一 當然我想是十大傑出青年 每年就十個 對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面來講 確實是如此 沒有錯 那但是他的這一群 就是Warskills的這些選手 當然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剛才講的 在星克剛的架構底下 可以去拓增他對於學習的視野 的這些小朋友 這些中學生 那這些人的比例是很大的 就是有拍攝加深加廣 有能力去讓各個不同的群科 在至少國中的時候都可以體驗到 等等 這個我覺得到沒有那麼大的 城市跟偏鄉的區別 對 事實上是如此 所以 我不覺得是說 好像每個人都一定要當青年諮詢委員 我剛才的舉例只是說 一個跨世代的這樣的一個合作 就是 黃偉翔跟許民春部長的合作 他就可以達到 就是我們12年國教課綱理念 世信陽彩的 這樣子一種新的概念 讓他增幅嗎 讓他提早發生 讓未來提早來臨 可以這樣子講吧 但是我當然不是說 他是有什麼魔法 是說 這個一揮魔杖 這個所有的家長 通通他腦袋的概念都改變了 當然不是如此 所有的改變都是花時間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要分很多個層次 那未來已經來臨 他只是沒有軍員分佈 你的分佈的速度可以加快 我剛提的都是增幅嗎 就是分佈的速度加快 但是 我們並不是說 好像強制性的說 就是 你只要這個 聽到自發互動共耗 一定都要像什麼 被什麼語錄一樣的 也就變成好像 另外一個國立編譯館 要求大家 非得怎麼樣不可以 因為那個是自相矛盾的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引領每個人 就是學習 終身學習的那個能力 那如果這個又變成一個教條說 所有的長輩 所有的家長都要立刻 就是倒背如流 那大概也是不實際了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 去營造一個環境 這個環境裡面 所有的家長都可以看到 不管他當年是怎麼樣 國立編譯館的那個思維 但是現在就是有能力 跨領域互相理解 互相工作更好的 這樣子 最後這個團隊才有競爭力 才有competiveness 而不是這個個人 個人只有competence 只有素養 對個人跟個人之間是沒有競爭的 那我們把這個環境營造成這樣 其實真的要講 我們在防疫上面 就已經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態度出現了 那在媒體試讀上面也是有這樣 我們現在都不太講媒體試讀了 因為每個人都是媒體嘛 那就算是長輩 他的Lines群組可能有很多人 從某個意義上來講 他也是新聞工作者 如果他願意來接受 這一方面的就是媒體素養的一些課程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區分世代的 就是任何人他只要對於 讓其他人怎麼樣子 更了解這個時代實際的樣貌 有興趣 那這樣他就進入這個知識工作的狀態 那進入這個狀態 我們盡量讓大家看到說 在網際網路上 最重要還是剛剛那個拼圖的感覺 不是以前那種藍圖的感覺 那這些都要花時間 並不是說 你說我在這個位置上 這個登高一呼 大家忽然之間就被喜鬧了 那個是就是網友的創作 不是真的說我老婆什麼可以控制別人 不是這樣子 對啊 因為感覺好像大家都幫你造神了 我的感覺是這樣 對啊 那你覺得呢 就是他創作 他像《西遊記》裡面的那個唐三藏 可能跟玄藏也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他基於部分事實吧 但是大部分是吳承恩的創作 那我從這邊 我突出一塊就是說 從小到大 您被貼很多的標籤 不管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 您在你這個位置 或甚至就是說姓品的部分 然後或是甚至就是 你講的就是跨人類化 跨時代的部分 那當現在這個時候 你在又被貼上另外一個標籤的時候 那您的態度是什麼 這是我另外一切出去的問題 我等一下再回到我來 我的脈奴裡 對就是一個欣賞的態度 欣賞 就是可以這樣創作 欣賞 這個是您從小就有這樣子的心懷 還是說這是需要時間練習的 我是覺得因為從小 我的就是學習的立場等等 大家不是在兒童日報 就是在什麼其他的媒體上可以看到 包含商業周刊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心理學上叫簡敏吧 對就是說就算本來會覺得可能就是有必要讓大家都知道嗎等等 但是已經持續那麼多年了 所以其實就已經覺得那就是大家的創作而已 所以我在細點 所以就是說 對您來講的話 就是說 你其實現在是 有兩態度是不一樣的 一個就是說 就是 那我現在就已經認同他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就不care他了 我沒有不care 我還是欣賞的態度 欣賞也是一種care 我不太理解 如果我們今天把它講 具體一點 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說 我今天是兩萬人心 就是說我如果看到課委會 說這個唐鳳過台灣 沒半點錢 腦泡更甜 我也會就是會心笑 我也覺得他們很有創意啊 經濟部中起初 把我弄到天空上 用腦泡遙控大家去弄三倍券 對吧 那個有沒有問過我 我看到也是覺得很欣賞 具體上來講 就是像欣賞藝術創作 這樣的一個狀態 可是那個是因為說 你現在在這個位置 你才會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其實不是叫 不是所謂的政府委員 你其實還是持續這樣的態度嗎 當然 我在入閣前就是這樣的態度 理解 因為要做到這樣不容易 為什麼 其實很容易 多練習就好 所以 所以 所以你看喔 其實這就有矛盾了 多練習跟不在意 或心想 從頭到尾都是你講的 從頭到尾都是我講的 我從來沒有講過不在意 理解 所以 好 我們就用心想這兩個字 先去定義它 好不好 好 而不是不在意 因為我覺得心態其實不太不太不太一樣 對 我剛才講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說 我小的時候也會覺得說 那我這樣整個成長過程 所有人都看到等等 這樣真的好嗎等等 但是等到時間過了之後 我就習慣了嘛 那習慣 但是這個習慣並不是像您剛剛說的 好像把自己抽身而去的那種不在意 對 而是說在意的方式改變了 以前是覺得說 哪些部分是事實 哪些部分不是 哪些部分是虛構 哪些部分不是 哪些部分是創作 哪些部分是報導等等 本來一般人在自己被大眾媒體報導的時候 總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那但是 您剛剛講的好像是說 我都不在意這些 並不是這樣 我說的是說 我欣賞裡面創作的部分 幻想的部分等等 那那個仍然是在意的 理解 對 因為我剛剛的確是有點分開 因為我總覺得那個是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就如同就是說 像我現在回到這個歲數 其實我還是沒有辦法習慣那個鏡頭 這樣子 對那種感覺 所以我其實很佩服 您所謂的欣賞那兩個字 可是那欣賞那兩個字 其實我好像是封在藝術創作上面 我才能夠達到那樣子的狀態 而且那是需要時間的積累 是啊 就任何藝術的審美 都是需要練習 也不是大家這個 一下子看抽象的話 就能夠去欣賞 確實是如此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 再來講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我想問的就是說 再回到就是說 因為其實您也有提到很多的部分 是關於就是 其實翻成中文名詞很多 其實就是Innovation這個字 創新的部分 那我覺得創新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 那你又怎麼樣去看 當然例子也很多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看 不斷的革新 不斷的創新 還是說其實這個 一樣是Base在 就是說我們剛剛的 我們剛剛就是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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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的 就是說 你從網際網路的世界觀 到你的人生觀 再到你的執行面 然後所以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有學習 然後再到所謂的 學習的前提上面 就是說 因為你為了要讓 不管你個人更好 別人更好 世界更好 對啊 就是學以致用嘛 如果我們學的這一端 是對於未知的好奇 對於未知的探索 讓未知慢慢的一起 幾次廣義成為一致 如果你把這個叫做 Philosophy 叫做哲學的話 那創新就是在應用端嘛 就是你手上有集體智慧 出來的這些已知 那隨著就是情況改變了 那電波本來 不是用來消毒口罩的 也可以用來消毒口罩了 那這就是一種創新啊 但是是不是就是說 真跟您個人也有關係 就是說 感覺上就是說 你是一個控制狂 所謂控制狂 就是對實驗的控制 對學習的控制 可是那控制 不見得對我來講 是一個不好的詞彙 而是說 就是說 我今天其實就是 就是我希望它更好 我盡量不遲到 這是真的 但是有時候也難免塞車 什麼會遲到個四五分鐘 所以如果真正的意義上 控制狂應該不會 因為能夠容許自己這樣 那剛剛是因為 我的這個通勤時間比較短 大概只有一秒而已 所以才能夠做到 就是完全不遲到 因為你剛剛說對時間的控制 我只是決定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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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剛剛語數太快 我的意思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剛剛 不過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那個 我講的不是時間上面 可能是我語數 語數上面 那東西太多 我講的是說 因為我們順著 剛剛您所講的 有沒有 就是說 你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創新是一種 就是你知的一種應用 對不對 那是不是就是說 我所謂的 控制狂視 我是一種玩笑的語氣 在跟您請教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在 不管 就是所謂的 很多的資料裡面提到 就是說 時間上面 或是學習上面 或是您今天在各個 各個事情上面 您仿佛是一個 就是對自己要求很多的人 所以其實您會不斷的想要去 革新 創新 或是創生 對 我剛剛的回答就是說 就算是在一般的時間紀律上 我也就給自己還蠻大的彈性的 所以可能沒有您想像中 那種番茄中 到25分鐘一定要關機的那種紀律 那您對別人要求會不會這樣子 也都沒有 那書怎麼把你寫成那個樣子 對 就說 好像不是一個人 你說邱美琛的那個版本嗎 我沒有評價 因為我跟她也是一次訪談 所以就是說可能就是那一天 也許我剛好特別準時吧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每一個人就是 每天每天都會有不同的狀態 那對我來講 我並不是靠著說 好像說 一定要幾分幾秒的時候怎麼樣 或者是一定要像您剛剛說的 在就是應用上面 一定要達到完美 我並沒有什麼完美主義的這種想法了 我大概的想法都是說 不完美的地方 那我們反正開門造劇嘛 你行你來嘛 不完美的地方 你指出來那太好了 我們就一起來來工作這樣 所以我並不是對我個人 或者對別人 覺得一定要在某個時間點上面達到完美 或甚至這個時間點 本身也未必要是完美的 而是說大家一起去往這 像您剛剛講的 就是有公共利益的那個方向 彼此給得出交代就可以了 最近發生在這個部分 可以幫我們舉一兩個例子嗎 因為例子的部分 大家會比較有共鳴性 當然 像大家都知道說 口罩地圖 一開始造成很多鑰匙的麻煩 因為鑰匙在一開始 有發號碼的方法 那你一旦發號碼 還換健保卡 口罩地圖就不准了 那一不准 那當然就會造成鑰匙的困擾 那所以在當時 我們是完全沒有說 用高壓的方法說 我們城市這樣子行 就一定得刷了健保卡 才能給口罩 相反的 我們是讓鑰匙在回應的時候 我們馬上承諾說 用下周就來改城市 那你的營業時間 跟拿口罩的時間 可以分開在兩個欄位 或者是說 有些鑰匙跟我說 他想要按一個鍵 就從地圖上消失 那後來我們也是做了這個功能 他按一個鍵 號碼牌一發完 就從地圖上消失等等 所以就是說 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面說 我真的那麼天才說 一下子就把所有可能性都想到 而是說 當一下子發生浪費 某些鑰匙時間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的這些創新的方法 包含發號碼牌 有人自己做了販賣機等等的這些 他能夠第一時間的進入我們的這個系統 而且變成共創 co-creation 不是說好像只有我自己才能創新 其他人都只能使用 不是這樣的 那可是等於說 讓可能性一步一步更接近而準確的性 我不知道這是我的想法 從群眾智慧的角度來看 每個藥師對於他的群體 他的社區 怎麼樣子才能夠 最多人戴上口罩請洗手 一定有他自己的見解 有他的做法 所以我們是要empower他 我們不是要control他 所以你要說我是賠利狂 也許可以吧 但是控制狂我就不確定了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說 遇到就是說 我也曾經也碰過鑰匙講說 就是說他是不參加你這個工作過程的 他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他就認為就是說這個概念是 只講 只講 就是他就認為 就是 他就認為 他是Steway的 那你對這些人 嗯 就當然你聰明你來啊 你行你來啊 所以這些聰明的朋友們裡面 總有一兩個會願意提出好做法 有些就去跟夜洋科技合作 後來弄販賣機啊 那也非常有貢獻啊 對啊 但是您作為一個主事務委員的時候 其實您的反應 就是很多人他其實他會持一方 可是對您來 沒有我是選美編長 我知道 這是我要請教的 你已經把答案講出來了 對 所以其實對於你來講 其實你就跟 你覺得你是一個 一個 像球一樣嗎 嗯 我們都這樣形容 對不對 我覺得選美邊站 他當然是有rotation啊 所以當然會有一個球的意向出現了 那但是我也會覺得說 那樣子感覺上 還是好像是現有的圓周上的這些 那但是我想inclusion最重要的就是說 就是說我一旦知道說 有某些我本來沒有考慮到的方面 那我還是要translation 就是我還是要移動我的位置到那邊 那真的在那邊生活一陣子 才真的能夠從那個方向去看嘛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然scaling就是有延展性 rotation就是選美邊站 translating就是移動 然後有轉譯的能力 這三個我想是要同時發生了 他不是說可以有一個沒有另外兩個 就可以達到這樣的狀態 問題是說 邁語音 對不起 沒關係 對不起 我有關掉了 對不起 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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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關起來 對不起 問題是說 在這三個過程裡面 真的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因為我關起來 對不起 可是問題是說 就是你剛剛講的延展性 轉移性這些東西有沒有 他其實本身其實會有衝突性的 所以 對 那這個時候 對你來講的話 那你通常是怎麼樣去解決他的 就睡覺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對啊 就把那個衝突放在腦裡 然後就睡覺 只要睡滿八小時醒來 就會有一個共同的價值會浮現 真的就是睡覺 真的就是睡覺 如果就是他的方方面面太多 我就要加班 然後睡到九個小時 睡得著 對 當然 真的 請問他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那種困擾 對啊 我問你為什麼夢到這個 難道你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的 那我們要怎麼練習 多睡 多睡 但問題是說 倒下睡得著嗎 當然可以睡得著 因為對我來講 我心裡不生起判斷 我腦裡有這七八個方面 我理解他們互相衝突 但是因為我不選任何一個方面來當作我的視角 我才有可能選美邊站 那是帶著這種感受 那去睡嘛 那就很容易睡著 那醒來 還真的就可以有一個新的看法 你真的做得到喔 所以你不會有失眠問題 沒有 完全沒有 你會做夢嗎 偶爾會如果是在一半被打斷 像剛剛那樣的話 就會記得有做夢 但是如果是完整的就是到自然醒的話 大概都不會記得做什麼夢 我想一般大家都是這樣 那我一週裡面總有個六天七天是自然醒 所以大概平常是不會記得夢的 了解 您一個禮拜 您一個禮拜裡面 您會休息一天嗎 嗯 我禮拜天是休息啊 跟家人相處等等 理解 好 真的剛剛真的對不起 對不起 好 那我再回到就是說 那 有幾個問題 剛剛其實是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些切點 當然 我所謂的切結就是我的切斷 不是我的觀點 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部分 延續下來 你剛剛所講的就是多視角的部分 有沒有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您談到多視角 為什麼你不是用多元性這件事情來詮釋它 而是用多視角這件事情來詮釋它 對啊 因為有時候多元性的意思就是房間裡有各種不同的視角 對 那但是這些不同的視角也許是在不同的人身上 那我剛剛講到的就是transculturalism 跨文化或者是多重視角 講的是在我這個主體身上發生的事情 而不是在房間裡面有這個代表 有這個代表 有這個代表 而是說我作為一個空間的設計者 我腦裡要同時有這麼多視角 以至於到我可以去替每一邊辯護的這個程度 可是是不是要像您 您這樣就是說 了解很多的事情 你才能夠去對很多事情 去做所謂的多方面的辯護 因果是相反的 就是因為願意採取這樣的態度 才能夠更了解事情 那是一種 回到您剛剛最前面講的所謂的 同理的部分 但是那同理不是說我今天是同理心 而是說我今天了解你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我能夠用這樣的視角來看你 對那這樣你的知識當然就增加了 所以不是說很有知識的人 才能夠去進行多重視角的同理 而是你越進行多重視角的同理 你的知識就越多了 但是這裡面是不是有所謂的 您剛剛講的是共感的部分 是感性的部分 那是不是還有靈性的部分 就是說您自己本身其實也是一個 設立很多很多知識的人 無時無刻在進行很多知識的人 但我好奇是說 以你目前的工作狀態有沒有 當我昨天在翻看你 就是每個禮拜三 在人那路的那個 meeting 的時候 他已經就是排到幾年幾月 對那我很好奇就是說 我們當然我們先有感性的那個 同理的部分有沒有 那你也必須要很多的知識嘛對不對 同理的理就是在講知識 不然就叫同情就好 您是這樣子認為 那所以那你自己平常 input 是什麼呢 就是一次一次的跟人對話 但是那個要有建設性的 比如說今天我也講了很多廢話 那我講很多廢話的時候 就是說那你的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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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算是一種output input 當然也是啊 就是說一方面 不能說是廢話吧 是比較像是你剛剛講鋪陳嘛 非語言訊息的部分 讓我了解到說你的觀點是從哪裡來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都還是有很很深刻的 達到共感的價值 並不是說有所重複就不重要 相反有所重複才是強調大重要性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因為我們是帶有 我們是帶有目的性的 對啊就是以知識工作者的身份來的嘛 那如果今天就是說 您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你今天就是說 那你也會移動到別的場域 你去理解他們的時候 那你移動到那個場域的時候 當你今天 我沒有貶低的意思 可是你在跟一個漁夫 一個農夫 或是一個老人 他們絕對有我沒有的知識啊 那你有那麼多的時間 或是你有那麼多的智慧 去聽得懂他們的知識嗎 沒有的話就多花一點時間 就是懂得問問題 對啊 這個其實就是新聞工作 跟新聞工作是一樣的 對沒錯 但是有時候我常常會問出一些很stupid問題 但是那也是常常會得到很smart的答案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那也是一種技巧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再回過台問就是說 那我還是比較實際一點的時候 就是說 共情共理這個部分的話 對的確共情共理這個部分 其實比那個就是我們得到的知識這個部分 其實那平常就是說 您最近看的書 或你最近接受到的 嗯 你說純粹比較抽象的知識 嗯 應該是說比較看的書吧 或是什麼 我最近看的一本書 這個 這是我的書單嘛對不對 拍一下 這有公佈嗎 嗯 現在就有啦 因為拍起來了 對所以我最近的一本書叫做 The Rule Plage Handbook of Epistemic Injustice 是在講認知的不公正 認知的不正義 這樣子的一種概念的一本書 他在講的就是一種 這是在哲學上是把 倫理學就是什麼是善 但是也把認識論 然後也把政治哲學 這三個哲學分支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提出的一個概念 就是認知的正義跟認知的不正義 嗯 認知的正義 看完了嗎 正在看 Epistemic Injustice 你彷彿好像很喜歡看這一類的書 是 嗯 從這些書裡面你怎麼樣去 通常你看一次你都理解了嗎 英文理學不好懂 我覺得重點倒不是理解 而是去感受吧 嗯 對像這本書他一開始的第一章 也就是在講說這本書的出現 可能會造成 哪些認識論上的不正義 好比像說把之前曾經研究過這個 只是沒取這個名字的人的貢獻 磨滅 好比像說因為他提出了一些定義 好像把超出這些定義的範圍把它區隔開 或者是就是他自己探索寫這本書 會造成哪些不正義 用這種方式來讓大家開始了解到 大學啊等等這些創造知識的機構 本身他可能有排除性 本身可能有問題等等 但是對於這些問題不是說你把這些機構全部取消掉 而是說我們怎麼樣子透過研究不正義來達到正義嗎 那所以這些我覺得都是很棒的一些感受 那你說對於裡面提到每個案例我都了解 大概不可能 但是這種感受能夠跟這個作者 就好像我再把它寫出來 把這些字寫出來的那種程度的移情或者深入 這個有很多翻譯方法 那我覺得那個才是重要的部分 那我覺得那個才是重要的部分 理解了解 除了這本書之外有沒有 就是說您可不可以跟我們也分享一下 就是說多一兩本書集嗎 倒數第二本 這是最新的嘛 可以拍一下嗎 可以啊 謝謝謝謝 那這個應該是野中玉次郎的WISE Company 是一個講管理學的一個書籍 對然後The Alignment Problem 講的是就是AI的道德嘛 對 Radical Markets 講的是市場設計嘛 對 哇你看的書很廣泛耶 是 所以你都沒有 那你平常 我知道就是大家所謂的理解那個番茄中之外 你平常就是自己有Summary嗎 或是說你就是記在你的大腦裡面 我會就是寫一些筆記嘛 用筆嘛 那但是絕大部分就是寫一些關鍵字而已 那我需要的時候就用全文檢索 理解 好 那如果說我以就是您剛剛講的 就是您正在看這本書 認知的不正義這件事 事情為例的話 你覺得就是說 除了您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研究不正義 去了解正義這件事情的過程有沒有 除了這個收穫之外 您還有其他的收穫是什麼 對 您這個觀點非常的好 對 我覺得其實這個觀點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讓我們去把我們剛剛在講 你剛剛就是你比較關心的所謂的偏鄉啊 您剛剛提到的從事農業工作啊 從事漁業工作啊 從事漁業工作啊等等啊 那你就可以去修復那種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那種論點 因為這就好像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一樣 為什麼把它叫做justice 就是因為它本來有一個系統性的排除嘛 那這個系統性的排除 有的時候是隱而不鮮的 那有時候完全是反映在我們的用詞上 對不對 從最早這個什麼 華納到這個山地同胞 對不對 到原住民 到原住民族 然後到各族等等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脈絡 那它當然是往正義的這個方向在趨向 那當我們對於論事論 也可以有一個同樣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就不會變成好像你說迪卡爾的那種 好像就是純粹的思索才是高的 而是任何能夠去 剛剛講的同感同力等等 只要越做這些事情 就越能體會到本來的不正義 你越能體會到 越有修復它的這個契機 並不一定就發生 就像剛剛講 是慢慢的散播出去的 但是至少不會有一種 好像自己覺得自己很自大 看了很多書 覺得了不起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就可以放下 可是你有那麼多時間嗎 有 我講的不是說您的時間 我的意思是說 您在這個位置裡面 您有那麼多的時間 就是能夠達到您所謂的 修復跟散播嗎 當然我全部的時間都在做這個 包括就是說 其實你今天不是因為在公部門 其實公部門 私部門其實對你來講都沒有什麼差別 沒有什麼差別 只不過他人家賦予你這個位置而已 對啊 而且公部門的當然一個好處 就是說 就是各位納水養我嘛 所以各位都會覺得 那個人家賦予你 好像說我是合作社社員 我有繳設費啊 那我應該有投票權 你應該也有投票權啊 所以實際上是可以參與 對是參與決策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台灣是Liberal Democracy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自由民主的情況下 像您剛剛說 說這個唐鳳這個決策很蠢 對不對 那他這樣子一講 這個就是修復的一個好時機 因為這就表示他高明嘛 那你行李來嘛 對不對 那我如果是在私部門 那只有跟我的客戶可以這樣做 但是因為在公部門 大家都是客戶 所有的聲音都是一種智慧 對啊 謝謝 理解 所以其實這個是不是 我們講到就是說 我想要再請教一下 我們有多少時間 還有7分鐘 這樣問得完嗎 沒關係我們還有下次見見之後 那我把這個仔細問完比較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的 多視角的部分的話 那這部分我能夠理解就是說 我們能 就是在對話裡面 我們得到一個 對您的理解跟認識有沒有 那這部分的話 你有提到一個部分 也是我覺得 我想要學習的就是說 你有提到就是說 人比服務更重要這個問題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您是怎麼樣去 去思考它而產生出來的 因為今天我們大家都會想到說 就是 因為我想好久 這個問題我想好久 為什麼你會講說是 人 因為人跟服務這件事情 它的差別性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的問題問得精不精準 可是我想你應該能夠get到我 我想問得 我大概有理解到 對 因為我覺得您是比較是廣義的大愛 還是我是 也可以這樣說啊 就是說 對我來說 對我來講 就是我並沒有特別覺得說 像剛剛講到的 為什麼我會提到在 伊索皮亞 阿迪斯阿貝巴的 平民庫裡面 那他們想要運用 比較新的一些技術 來解決他們的可能 就是電力傳輸的問題 或者是 他們的永續發展的 裡面糧食自給率的問題 或者是他們在行銷上面 希望大家更理解到 他們當地的一些 像路易博士阿等等的 這些農產品的問題等等 那對我來講 在我心裡這個距離是相同的 而且我到那邊的時候 因為我真的去那邊嘛 參加就是 社會企業世界論壇 那他們也是很願意從 好比像說 我有分享珍珠奶茶這種 開放式創新 你是任何茶包含路易博士 都可以當做奶茶的茶 豆漿也是奶茶的奶 沒有問題 黑色白色珍珠都算珍珠 沒有什麼種族問題 但我的意思是說 當時的這樣子 一種分享 對我來講 就不是說 好像我在服務他們 因為首先他們可能 沒有納民國的稅 我想我的公務員不 基於那個 jurisdiction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大家都是Homo sapiens 而且我去那邊也是回到祖國 大家都入席子孫 都是東飛出來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能夠對祖國有一些貢獻 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理解 那 好 那我還是可以幫幫幫幫幫我一個忙嗎 就是說 那 呃 因為我覺得 把它 把它形塑的太行而上 或是太理想 其實真的也是在另外 另外另外一種 唐風的造成 有沒有 我還是不 就是 您剛剛講的一個例子 我能夠理 我能夠理解 我也能夠 以原為中心 就是路西子孫 為中心 而不是以服務 就是你到底有沒有納民國的稅為中心 所以兩個差異在哪裡 兩個差異只是在於利益而已嘛 就是錢嘛 我有沒有繳稅 沒有啦 是儒家跟墨家的差異 這個好玩 那 儒家跟墨家就是說 對您來講的話 您的 您是 您的 就是儒家的概念是說 納稅我只是舉一個例 但他的意思是說 從你的林裡開始嘛 你的國家嘛 然後慢慢到這個文明就是華嘛 那外面叫做乙嘛 那所以就是說你服務的對象 離這個越近 你越要服務他嘛 然後你服務的其中一個目的 是文明不要被非文明破壞嘛 對那這個時候 如果從儒家的角度來看 伊索比亞那邊 大概不會叫做華文化吧 對那但是 從我的角度來看 就是人類的祖國元宵 的那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本來大家就都是Homo sapiens 你在每個地方的智慧都是智慧 那跟墨家的關係在於哪裡 對啊那所以墨家的概念就是說 那我們學習這些技術 我們去發明一些東西 我們讓科學的原理 這個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嘛 所以這個所謂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 這件事情就可以讓各種不同文化的人 都可以進入這個開放式創新裡面 那所以當然這個知識論概念 後來就不是主流了嘛 但是曾經有過一段時間是主流了 那你怎麼會去注意到墨家這個非主流裡面的主流呢 因為我就是很有興趣啊 小時候常常看這些經典啊 對啊或者墨鏡啊等等 我到現在還是很常看C-text那個計畫 對就是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有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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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電子化計畫 所以其實 對 像這個嘛 對啊 就我剛剛講的隨便哪一段都可以直接找出來 在墨鏡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比較少看到你覺得 就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畫 對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您也沒有偏向哪一個 但是我好像比較少 您可以再多談一點墨家的部分嗎 因為這資料我比較少聽到您在公眾場談到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理念其實 因為大家其實在過去 總是對他的印象是比較工心系的 墨家 比較工心系的 我不知道你的理念 我是覺得說 當然裡面它比較有捲石 它主要就是公理化系統 對 那其實真的要看這個就是跟結合原本差不多是一樣的東西 對啊 那所以就是說公理化系統 對我來講它的意義就是說 是放諸四海而皆準 就是是準的 而不是說 因為是什麼 君君臣臣 夫婦子子 的這種人倫的關係 它是 它仍然也是體現人性 兼愛啊 什麼這些 但是它這個體現並不是因為 你跟我先有一個社會關係 而只是因為 你跟我在同樣的自然原力底下運作 這是一個不同的概念 所以如果說 我們今天要為今天的一個 魚肉麻蟻之後還有一些對方 我不知道我這樣理解對不對 所以對您來講就是說 呃 您是不是 呃 就是 對你來講 你覺得 人身為人 人身為人 的 定義或樣貌應該是什麼樣的 對啊 就是 Homo sapiens 就是分類學上的那個意思 所以就是個體 沒有就是 也是群體啊 人也是社會性的部分 也是寫在DNA裡啊 呃 但是 您是 如果好 那我用文學性的 的 的詢問的話 那你覺得您應該算是那種就是 呃 你覺得是一種孤獨的存在 就是您不會覺得您自己是一種孤獨的存在 我想地球上陸西子存在還蠻多的吧 是沒錯 但有人選擇 Cammule的一廂人 有人想要做那個就是 那個那個 我好喜歡的那本書 就是那個 Dimension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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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向度的人 知道 對 單位度的人 對 但我要講的是說 因為 Homo sapiens 就是現代的之人 現代之人 它這個群體是 目前是一個高度互相連結的群體 所以我並第一個 我並沒有覺得什麼孤獨 我想透過網際網路 對 我透過網際網路 就算我在意的事情再偏門 好比像說對墨金感興趣的 只要透過網際網路就可以一下找到一大票了 沒有任何孤獨的問題 那第二個是說 那這個群體的智慧 就sabiens的那個部分 本來也就是大家共享的 我剛剛所說的這個網站 就是這個電子化計畫 它本來就是為了要促進 就是跨文化的溝通 剛剛講到的就是每句話 我在裡面的引述等等 都有英文的翻譯 那這些也都是讓跨文化的朋友 可以更了解到不同的哲學思想 對 我覺得 謝謝 謝謝 我的那個認知 我的 那你沒有孤獨的時候 沒有 睡覺的時候可能比較孤獨 但是反正沒有感覺 那是例外 那你一個人 通常你一個人的時候 是在什麼樣的狀態 就睡前 我剛醒來了 我記得 您好像每天也會花 一段45分鐘的時間 讓自己 那是入閣前 那是入閣前 對 入了後之後就沒有這個習慣 不過在 就是一個行程到下一個中間 可能還是會在裡頭 那裡頭 那個箱子 是 就冥箱 那是您的辦公室 對 就是臥房 哦 理解 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我不知道啊 每個中的辦公室都有 都是這樣設計的 因為你 都是藏在櫃子 對 只是會公然走出來的 可能比較沒有幾個人 哦 對啊 我覺得蠻有趣 您剛剛 您剛剛這樣走出來 真的好像小叮噹 很像那種穿越時空的 對 從抽屜裡冒出來 對 不過您 今天 讓我破解了很多 其實有時候 讀很多的資料 從過去到現在 其實 所以時間的更迭 其實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我覺得我看到 當然 我想之前的訪問者 也不可能問我對拜登的看法 因為拜登才剛出現啊 你不要叫我啊 我很笨啊 真的啊 真的啊 我覺得這很好啊 我很笨啊 我很笨啊 不是不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每一層都援引前面的 但是又對他有一些辯證的一些改變 對 你說破解了 破解是很好的用 對 破解是您講的 不是我講的 但是 對 的確就是說在 閱讀的過程 閱讀文本的過程當中 跟今天應該直接聊 其實破解蠻多 這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希望下次 的確我還蠻有幾個 就是 我還蠻喜歡 哲學 不管是中文 或是西文 西洋的 那我不曉得 你願不願講這些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你比較少 對我來講都是人族的 沒有什麼差別 對 但是你好像比較多 而且是大家對你比較感興趣 其實就是 科技嘛 然後還有就是很現的 VR 5G 或是 您常講的就是 那個 就是你錄個 進來 然後還有就是 口罩地圖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只是 細跟不細的部分 那 我會提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你願不願講 可以啊 沒有問題 但是這些部分我覺得其實 對於就是說 您其實您很關心教育 對孩子來講 對學子來講 其實台灣缺乏的 其實就是像法國一樣 他們 18歲 思辨教育 現在已經有些學校 用校定課程在開了 但確實還不普及 對 而且大部分其實還是屬於比較 我們講 我那個詞 不是那麼好聽 比較精英式的學校 我有聽懂 我有聽懂 是 對 那您講的就是說 如果說像現在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自學教育的話 那它其實那個方式 跟精英教育裡面的 又不太一樣 是 對 那就下次見 謝謝不好意思 今天如果有辦後期 不用不用不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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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